中国南兰无情决定 杜丰宣布三大新增名单 25岁国手获遭彻底除名 大家好 我是直言 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球 这一期视频呢 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聊中国南兰 聊聊咱们南兰国家队宣布的一个最新消息 那么如果你看完视频也支持我的看法 不要忘了给本期视频点点赞点点关注 你的点赞将会让更多关注中国南兰的球迷朋友 看到直言的视频 接下来咱们就言归正传 一起来聊聊中国南兰 聊聊杜丰最新的决定 我们都知道随着咱们南兰集训队的队员 陆续抵达广州的赛区以后 南兰国家队比赛周期已经正式的来临 在近期大家也通过网络的一些爆料 通过一些照片 看到了国家运动员在赛区的一些情况 那么包括郭亚伦富豪 包括红明轩赵锐等等一些球员 都已经到达赛区开启了训练 那么部分球员也表达了个人牺牲 在杜丰的带领下 可以看到中国南兰是延续了一贯的精神面貌 而可以说面对这一次六七月份的比赛 南兰国家队确实也需要拿出更多决心 因为两战比赛都直接关系到中国南兰的未来 那么施予赛的话会直接影响到世界杯的入围 包括咱们的分组情况 那么进而影响到后续巴黎奥运会门票的争夺 而加州杯的比赛虽然看起来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 这是2019年世界杯以后 中国南兰最好的通过比赛证明自己的机会 对吧 一旦能够在加州杯当中去拿下冠军 那么对于中国南兰来说 限期的舆论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消化 那么杜丰他一直的努力也能够得到全国球迷的点赞 所以整体来说两项比赛都是不容有失 那么就在今天呢 也是刚刚传来了一个消息 也是更加体现出了杜丰和咱们南兰团队整体的决心 在今天早上根据咱们南兰国家队最新的确切消息 杜丰是新增了三名国家队球员 让他们直接加入到南兰现期的集训 那么熟悉国家队熟悉杜丰的球迷应该都知道 这样的一个候补情况在杜丰接手国家队以来 确实很少发生 在前几期国家队比赛里 很少有咱们在集训中间再去抽调队员的情况 对吧 所以这就证明了对于这一次比赛 南兰国家团队确实甚至又甚 保持着非常谨慎的态度 那么这一点从选人方面就已经开始 所以这一次候补的宣布 应该会让大家对于南兰对于杜丰拥有更多信心 但是呢随着咱们中国南兰新的候补名单发布以后 其实对于国内的一位前国手来说 这样的结果却让他感觉到非常遗憾 甚至可以说让他彻底的无奈 那么在这一次中国南兰宣布的三人名单当中 咱们可以看到三个候补的人选 分别是给到了辽宁队的高世炎 浙江队的王一博以及陆文博 那么这是杜丰给出的最终答案 而随之而来就是其他南兰队员全部落选 那么在这当中备受球迷遗憾 也是在实力上可能让大家感觉到呢 有一些不公平的就是深圳队的贺西宁 那么贺西宁在这一次南兰名单当中 其实很早就被球迷提到 对吧 那么这一次同样也是 因为对比南兰候补的最新三人名单 贺西宁他确实不算差 而且呢按照风味摇摆人的选择来说 贺西宁1米95的身高 103公斤的体重 他比陆文博比高世炎更加的合适 对吧 那么打3号位他也完全能够胜任 但是呢最终杜峰就是没有选择他 所以这就可能表明了国家队很明显的一个态度 那么对于贺西宁 杜峰可能不会在短期内去考虑 而原因大家应该也都清楚 因为在中国南兰宣布第一次集训名单以后 贺西宁他是在第一时间呢 就发文去炮轰咱们国家队 不尊重他 对吧 所以这样的球员 杜峰会给到他机会吗 那么其实现在中国南兰已经用行动给出了最终答案 可以说呢 从心智上贺西宁短期内确实很难达到国家球员的标准 所以只能连续的遭遇国家队的淘汰 甚至说在短期内遭遇到出名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运动员来说 我们也希望在后期他能够去后继勃发 能够真正的从自身去找问题 而且呢 贺西宁他25岁的年龄 其实已经在国家队不占据任何年龄上的优势 所以在短期内 我们也希望贺西宁能够认清楚自身的问题 那么这样的话中国南兰未来才会有他的一席之地 好那么本期视频就聊这里 喜欢听直言聊修的朋友 不要忘了给视频点赞关注 有问题也可以在视频箱上留言 提醒一件事 下期咱们接着聊